国民党2020选举参选人韩国瑜的豪宅风波持续发酵 蓝绿攻防继续 外界质疑如此私密的个人购防信息 为何会被公之于众 其中是否有民进党当局的介入 如何看待韩国瑜阵营面对豪宅风波的攻防 台湾时事评论员江林钦 赖翔卫有全面分析 台行政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日前自曝 亲民党曾邀请他担任党主席宋楚瑜竞选2020的副手 但被他婉拒 同一天王金平依旧表态要参选到底 不过宋楚瑜已经称宁可撕掉2020门票 也不会给王金平 这是否意味着王金平2020梦碎 如何看待宋王两人之间的合作破局 台湾时事评论员江林钦 赖翔卫 为您深度解析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称 美国已经背弃其欧洲盟友 更抛出北约已经脑死亡的大胆断言 如何解读马克龙 说出此番言论的背后动音 马克龙的强硬表态 遭到美国 德国的强力反驳 但欧美的裂痕正在扩大 还会有其他欧洲国家跟随马克龙向美国放狠话吗 时事评论员郭献刚有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 两岸开世界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竹 在福州向您问好 寻好钻六贵斧 全国连锁新人之选 本栏目由六贵斧珠宝具名播出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节目开始 我们首先来关注 中国国民党2020选举参选人韩国瑜 8号午后在台北连跑了三个选举行程 分别是一届挺韩后援会 军公教警销及退休人员联合后援总会成立大会 以及晚上的大陆台商会长挺韩造势大会 国民党历任主席 包括连战 马英九 吴波雄 朱立伦和现任主席吴敦义 都一同献身力挺韩国瑜 营造蓝军大团结气势 据悉 这场在台北举办的大陆台商 力挺韩国瑜造势大会 是由跨党派的重量级台商主动发起 成员包括台启连现任总会长李正宏 荣誉会长张汉文等重要台商领袖 这两天不少大陆台商也陆续返台 表达力挺韩国瑜的立场 被问到要不要当韩国瑜副手 朱立伦卖起关子 但有件事他似乎已经跟韩国瑜有默契 就是韩国瑜的竞选总部主委 要虚位以待吴敦义 吴敦义先前表示 他只愿接下韩国瑜全台竞选总部的 荣誉主委 但眼下情况似乎有了变化 上上策 上上策 就是对整个选战的上上策 当然是让我们的竞选总部跟党部二合一 发挥最大的战力 是我们最高的目标 那我们历届的党主席也都会帮忙 都担任荣誉主委来全力的协助 报道称 先前吴敦义只愿接挂名的荣誉主委 被质疑是躲在安全的大后方 争议生又起 加上党主席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就看吴敦义如何接招 在帮立委选举带领部分区立委向全聪 带领全体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向全聪 也不是什么安全的幕后 如果韩国瑜也提出邀请的话 我相信吴主席也应该是义不容辞 会去接下这个重责大任 韩国瑜豪宅风波持续发酵 民进党籍明代林俊宪7号爆料称 当时韩国瑜要求建商台湾肥料公司 借款两成房价 约1400万元型台币来买房 甚至找政治人物对台肥施压 对此多方人士出面表示 林俊宪的爆料有时偏颇 就连台肥都说 当时公司不止借钱给韩国瑜 还有很多购房者都来借 韩国瑜豪宅风波不断发酵 民进党籍明代林俊宪爆料 韩国瑜是找了政治人物向建商台肥施压 才借到款买房 对此台北市副市长 也是前台北市议员黄珊珊 在脸书承认 当时却有帮忙协调这个案子 但她强调 韩国瑜并不是这个案子的陈情人 事件主角之一的台湾肥料公司 随后也作出回应 表示过去房贷都可以贷七成 但当年因马英九当局打房 颁布现代令 房贷最高为五成 部分住户表示资金转不过来 希望台肥能借款给住户 为此台肥特别找律师研究 更向台金管会请示取得核准 才另外提供购屋人两成的房贷 台肥更强调 不止韩国瑜 当时所有购房者若有资金需要 台肥都会借 甚至现在还有人在继续还款中 韩国瑜找台肥建款 非个案是通案 一起原本普通的购房事件 却在选前敏感时刻被抛出 来因人士纷纷质疑 又公家机器介入 政治性质很高 所以这个资料从民进党手里面 台肥公司控制台肥公司 流出来的是很正常的 一定是台肥 我希望政府进行主动的侦查 其实韩市长就是因为当时七八年前 应该讲起来八九年前 要买个房子自住 结果付起贷款还亏了两百多万 蛮惨的 大家不要这个因为政治的因素 不要因为选举的因素 就这样一线上钢 或者是恶意的追打 有台湾网友表示 这跟2018年侯友宜竞选新北市长时 爆出的文大宿舍案如出一辙 去年民进党也是狂打文大宿舍案 结果却是苏贞昌大败侯友宜30万票 如今民进党不学乖 就戏重演 看来结果也会差不多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北院博士 贺南把时间交给你 好 客主 我们首先感谢月花不秀刚 对于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帕生秀 用月花 接下来我们要来探讨相关的话题 我们首先要来请教是江明星 江教授 江教授我们会注意到 在这么两天当中的话 围绕韩国瑜买房的这样一个爆料 蓝绿之间的攻防非常的激烈 到现在还在进行当中 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消息怎么来的 怎么就能被这家周刊就爆料了 外界就开始质疑说 私密信息被爆料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 有可能有一些公权力的介入 就质疑说现在民进党蔡英文当局 是不是这个幕后的这种真正的爆料者 以及说我们想请教您更进一步 就是如何去看待韩国瑜在面对这一次的攻防 接下来的状况 这次韩国瑜的所谓的买房未税 未税案搞得全身是血 如果对照一下蔡英文的买烟免税 全身而退 那当然不可通而鱼 这就是公公权力 手中会有权力的好处 就蔡英文就算他自己不亲自下命令 他底下的人都会揣摩上意 像这一次韩国瑜被爆料出来的资料 他就是类似像我们这边讲预售物的红单 预约一些买卖等等 这些只有两个方面会知道 他自己他当然自己不可能爆料 第二个是台肥 那这种纯正信函 只有双方才有的资料 竟然会被爆出来 当然是公权力介入 或者底下的人想讨好蔡英文 主共提供 但是都不符合程序正义 没有程序正义的爆料 是伪正义 是伪善 所以我认为说在法律当中 有所谓的独树国理论 就如果你的资料来源是不法的 是非法的 那通常战照世界的通力 这样的资料 作为的指控对方的 是没有任何效果 那此其一 此其二是 如果说对韩国要有杀伤力 那我认为是在整个塑造一个 形象上的反差 就事情本身 第一个他既不涉及特权 2011年他是一个老百姓 第二 他夫人爱人那边是有钱人 是一个家族 所以他没有运动特权 也没有不当得利 他还任赔出场 所以如果这整个看起来 基本上这个问题的杀伤力 不在于这件事情本身 是现在民党想办法打成反差 用人格毁灭战 来转移焦点 而避免跟韩国瑜正面政策交锋 所以韩国瑜最好是一次说清楚 既然你没有特权介入 而且台北说这是通案 80户每一户都可以借多少钱 他也不差一个人 另外就算你的行政团队 跟你的竞争团队 也很难去介入 因为交是别人不知道 万一讲错到时候又被 利用纳做文章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韩国瑜 自己出来一次讲清楚 包括李嘉芬 因为他们那个夫人这边有钱嘛 你把他讲清楚 到最后他也没有什么特权 这个问题可以结束 否则这样拖下去 我坦白讲对韩国瑜来说 是个政治凌迟 国民党主席吴敦仪 7号的时候和国民党级明代们 在台北市参训 那么同时国民党级明代 也是台立法机构的前负责人 王金平也出席了 据与会人士的转述 王金平席间发表了 近半个小时的告别谈话 还自己爆料说 清明党方面曾经要邀请他 来担任党主席宋楚瑜 在2020时的副手 但是他没有答应 我们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在参训活动上 王金平表达了对吴敦义 可能进台立法机构一事的认同 且乐观其成 并强调 无适合当台立法机构负责人 他认为台立法机构要有新知 也要有老干 还是要有比较稳健的掌舵 另外据与会人士转述 王金平在参训中发表谈话 主动提及10月25号前后 他与清明党主席宋楚瑜会谈 本来讲得不错 以为清明党将提名自己参选2020 但后来宋振营却联系邀请他当副手 之后情势就急转直下 王金平强调 他没有答应担任副手 至于之后发展就随着姻缘走 王院长也一直在征询 清明党的这个政党推荐书 那10月底的时候 是不是愿意一起合作 有表达这样子的态度 7号当天 王金平还发布了一篇 以参选到底为标题的声明 同样提到10月25号 他第一次和宋楚瑜谈2020大选的门票 王金平表示 当时相谈盛欢 但11月4号 两人第二次见面 宋楚瑜突然说要自己选 邀请他担任副手 王金平相当失望 但还是请宋楚瑜再评估 外界一度关注 宋王二人会以怎样的组合参选2020 如今看来 不论是宋王沛还是王宋沛 似乎都炫告破局 那么参选到底 究竟是以何种形式继续呢 就是说他都准备好了 他什么白皮书什么 通过有一切都有 他很有笃定 这个很有信心 说如果他带领 他怎么样成本 岛内苹果日报民调 同时针对蓝绿局三角都的情况 进行调查 结果蓝绿支持度下滑 约1% 宋楚瑜能获得8%的支持度 明显拉走2020选举中 不想投给蓝绿的族群 王金平表示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但宋楚瑜2020再参选的意愿很高 就看乔王能不能为自己 瞧到一张大选的门票 不过宋楚瑜阵营强调 国民党过去都认为自己在捣蛋 如果这时把亲民党参选门票 交给王金平 就相当于坐实了这件事情 那样的话 自己情愿把票撕掉 宋王二人关系微妙 最终不论局营是否投入2020大选选战 都将掀起波澜 宋楚瑜话讲得很绝 宁可把这个门票撕了 也不会给王金平 为什么要说的这么绝 那么如何看待宋王两人之间的这种 合作破局并且我们更进一步的假设说宋楚瑜最终真的 自己再度第五次第五次亲自下场去参选的话 对于蓝绿两大党的选情会有多大的影响 我们请教一下江明金教授 宋楚瑜说你因为把2020门票撕了也不给王金平 这主要是愚公还是愚私 愚私我不知道原来他们感情非常好 中间是我发生任何变化无从得知 但是愚公的话他认为这张门票如果给王金平的话 恐怕母鸡会压死小鸡 也就是说王金平在过去跟亲民党虽然非常接近 但毕竟现在还是国民党党员 你一个国民党的党员来代表我亲民党选举的话 我的这些不分区或者区域立委都不用选了 名不正者言不顺 言不顺者事不成 母鸡一定要压死小鸡 何况王金平过去凭借的是丰沛的人脉跟钱脉 可是这次在国民党的初选当中似乎都没有展现出来 对宋主义来说如果他要照顾的是延续 亲民党的政治香火 他当然就自己选择第一选项 因为老帅亲征嘛 不论多少至少可以让这政治生命 亲民党的子弟兵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他自己已经不重要了 最后如果是亲民党的宋主义不选 等于就是让小鸡各自谋生 至少没有母鸡来压死他们 他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 如果宋主义自己选呢 我们如果拿2016 还有往上一届2012来看 宋主义在2012年只得到2.77的选票 对 三十几万票很少 到了2016宋主义多了10个百分点 等于12.84得到157万票 那各位这次呢 这次我认为军官在这次会回流 因为军官在2016年会升起 马英九的所谓年金改革把他们三个节 就是中国的三个节 春节 秋节跟端午节三节的污文金 通通取消了军官叫火大了 所以通通不出来投票 那一次的年金改革 军官叫的是摔到了这个皮摔破皮 就没想到蔡英文上来更狠 就直接把这一砍砍四成 像本人心想四成砍掉四成 满身断手断脚 所以你看这次军官叫 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投票 他们投票不一定完全支持韩国瑜 而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把民进党对他们的污名化 所谓的米虫这两个字 希望能够讨回公道 所以这次一定会集结 宋主义这次在军官叫 这里讨不到便宜 从这里来看我认为宋主义最多了 就是5%到7% 现在的支持度是这样子 如果到最后蓝绿各自归队 韩国瑜能够从现在的这个 买宅购宅买屋 未遂情况当中脱困的话 我认为可能会还会拉到 宋主义的票多拉一点 因此看起来其实对亲民党来说 他能不能延续政治的生命 要看宋主义能不能用力地去选 好 我们谢谢教授的分析点评 那么这个话题 我们的探讨先告一段落 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的话 我们要带您来更进一步地 请教一下赖翔卫教授 去分析一下对于王金平来说的话 现在可能的一些政治动态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陈恒南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和赖翔卫赖教授 一起来探讨一下 王金平先生现在可能的一些政治动向 为什么呢 因为王金平曾经多次的表态 对于2020他要参选到底 那么于是乎出于对于 岛内政治规则上面的一个限制 那也就是说王金平可能接下来 能剩下的道路就是必须选择 和亲民党之间合作以及支持 好 宋楚瑜方面的话 进行了非常决绝的回应 宁愿撕了也不会给他 那是否意味着说王金平2020的这个所谓参选之路 就此到此为止了 以现在来看宋楚瑜主席很清楚的讲了 这个门票他不会给王金平 因为他不要去承担造成国民党分裂这样的一个罪名 所以王金平现在来看 他只剩下一个地方可以拿门票 这个叫做时代力量党 可是在政治的光谱上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虽然台湾有很多人说王金平什么蓝皮绿谷 但是我跟王金平我们近距离我就跟他访问过 他是非常的这个大中华主义者 他开口闭口都是中华文化 所以他跟时代力量党是不可能走在一起的 那所以我们大概可以判断 王金平的2020年大选之路 大概已经划下了一个据点 但我相信很多人也很好奇 为什么王金平这么坚持要选政的呢 王金平在台湾负责整个立法机构这么多年 我相信他对于不管是过去的马英九 后来的蔡英文 甚至更早的陈水扁 更早的李登辉的政治能耐 他都有近距离的观察 那我相信以王金平的了解 他会觉得如果他有机会坐在那个位置上 不会输给你们 这样的一个判断 有对也有错 对的地方在于王金平确实 他在调和鼎耐的部分有他的长才 但是问题在于 陈水扁也好 马英九也好 蔡英文也好 他们能够坐上那个位置 有一定的群众魅力 就一站出来 很多台湾民众就疯狂的去支持他们 可是这个魅力是王金平欠缺的 所以王金平最近的很多表态 我觉得相当程度上 因为他的佛学修养也很精湛 相当程度上我认为 他应该已经看开了了解一切都是空 好 我们谢谢教授的分析和点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还给福州演播室 客主 好的 谢谢贺南 在下一节您将会看到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称 美国已经背弃其欧洲盟友 更抛出北约已经脑死亡的大胆断言 那么该如何解读马克龙输出 此番言论的背后动因呢 马克龙的强硬表态 遭到美国 德国的强力反驳 但是欧美的裂痕正在扩大 还会有其他的欧洲国家 跟随马克龙向美国放狠话吗 时事评论员郭献刚有独家观察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克竹 选好钻六桂斧 全国连锁新任之选 本栏目由六桂斧珠宝具名播出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我们再来关注 据外媒七号报道 法国总理马克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抛出了惊人言论 称由于欧美缺乏协调 以及土耳其在叙利亚的侵略行动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已经处于脑死亡状态 他同时警告欧洲国家 不能再依赖美国来保卫其盟友 言论一出 立刻就引发了巨大争议 德国总理默克尔同一天 明确反驳马克龙的言论 称跨大西洋伙伴关系 对我们来说不可或缺 报道称 马克龙表示 北约目前正在经历脑死亡 华盛顿正在背弃盟友 美国军队从叙利亚东北部撤出 抛下库尔德盟友都证明了这一点 马克龙认为 美国在战略决策上 没有与北约盟国进行任何协商 而北约另一个成员国土耳其 发动军事行动 同样也没有与欧洲盟国进行任何协商 这对北约来说是个大问题 与此同时 马克龙认为 欧洲正站在悬崖边 除非开始表现的像一个地缘政治大国 否则将不再控制自己的命运 为此 欧洲应重新获得军事主权 并继续与莫斯科保持对话 另外马克龙还建议 欧盟29个成员国在下个月举行北约峰会之前 重新评估他们的处境 不过马克龙的质疑很快遭到北约成员国 美国和德国的批评 正在德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当天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立即强调了北约的重要性 蓬佩奥表示 北约仍然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 也许是历史上最关键的战略伙伴关系之一 蓬佩奥还在此重申 其他北约伙伴应该分摊更多的军费支出 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对马克龙的言论表达反对 他当天在与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会谈后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法国总统使用了激烈的言辞 这不是我对北约合作的看法 默克尔说 北约是一个安全共同体 在过去的数年中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就 即使北约内部存在问题 各成员国未来应该继续保持团结 共同积极应对挑战 马克龙的这番表态是不合适的 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则警告称 马克龙的言辞所带来的争议将分裂欧盟 他强调 北约是一个强大的联盟 将保证盟友们共同的安全 而且任何想要将欧洲与美国拉开距离的尝试 都将损害欧盟的利益 相比之下 俄罗斯则对马克龙北约已挠死亡的言论 大家赞赏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8号表示 这简直是金句 是对北约现状的准确定义 可谓一针见血 欧洲很难再一次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 至少从20世纪初开始 华盛顿就一直试图将自己的世界观 强加于欧洲大陆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郭宪刚先生 今年8月 马克龙才在七国集团峰会后表示 西方霸权已经结束 如今再次抛出北约已经脑死亡的大胆断论 那么您觉得 促使马克龙说出相关言论的动因是什么呢 马克龙这句惊人的话呢 我想说出来是应该是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由于北约 也就是美欧之间现在的这个裂痕越来越大 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呢 大搞这个单边主义啊 和这个北约的其他成员 也就是欧洲了 这个矛盾越来越大 首先呢 这个特朗普总统要求 北约其他成员 欧洲成员的 他们要增加军费 对他们的军费开支过低 屡屡的这个进行这种直言不讳的这个批评 这使得这个欧洲呢 非常的恼火 此外呢 美国和欧洲在贸易问题上 矛盾也是很大 还有最近这个美国在序列问题上 抛弃了这个库尔德盟友 也使得欧洲觉得美国越来越不负责任 因此呢 特朗普这样的举动呢 就使得美欧之间的这个裂痕越来越大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由于冷战结束以后啊 被华约解体了 华约解体已经是20多年了 那么我们知道北约和华约是一对冤家 那么对立面这个消失之后呢 那么北约存在的这个客观基础就大大减弱了 因为他没有对手了 他的存在的必要性就大大下降了 因此当内部出现裂痕的时候 那么关于北约要消亡啊 这这样的言论就会泛起 那么第三个原因呢 这是与法国有关系 法国在欧洲国家中是特立独行的一个国家 在历史上在1966年的时候 当时戴高乐执政 戴高乐是一个很强烈的民主主义者 那么他上台之后呢 就这个带领法国一度退出了北约 当时也是非常轰动全球的一个事情 当时华约和美苏冷战的情况下 法国就采取这样的行动 那么就表明法国和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 它是要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的 由于法国的这种特立独行的传统 就使得马克龙在这个时候 说出了这样的话一点都不足为奇 对于马克龙的断言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立即回应 北约仍然是有史以来 最重要的战略伙伴关系之一 但是不可否认 欧美的裂痕正在扩大 近期的贸易争端 美国未征询盟友的同意 镜子从叙利亚北部撤军都是佐证 那还会有其他欧洲国家 跟随马克龙向美国放狠话吗 您对于欧洲去美国化的可能性 如何看待呢 马克龙这番表态之后呢 德国总理默克尔马上就表态 认为他这个话讲的没有必要 也就是说德国总理 不太同意马克龙的话 那么其他的欧洲国家 也并没有表态支持马克龙 这说明什么呢 一个是说明欧洲国家 在习惯上依靠美国的 防务上的帮助保护 心理还是非常的重力 这个习惯意识还改不了 这是一 第二呢 这些年来在美国的 防务保护下 欧洲呢 是以第一防务开支 来促进它的经济发展 那么他们不愿意 这个放弃这点红利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欧洲很多国家和俄罗斯 在历史上还是对立面 尤其是现在 俄罗斯由于乌克兰危机 那么欧洲很多国家 对俄罗斯的这个意图呢 是表示怀疑的 是很担心的 因此呢 他们认为欧洲单靠自己 还不能够应对来自俄罗斯的 这种挑战 还需要美国的这个帮助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欧洲很多国家 我想不大可能会追随 马克龙这样的一种主张 因此我认为未来呢 这个北约还会存在下去 矛盾分歧 还会不断地涌现 双方还会继续吵吵闹闹 但是呢 又不会彻底分手 好的 谢谢郭县刚先生 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爱科竹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 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我们再来关注 不久前 东南卫视台青猪梦记栏目 收到了来自吉林省通话市 热心观众金龙珠先生的来信 他在信中表达了对台胞台商的关心 提出了金门酒厂 可以来通话拓展市场的建议 让当地人能够喝得到金门酒 没想到这封信 得到了金门酒厂的热情回应 金门酒厂厦门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郭庆忠不远千里前往看望这位热心观众 并圆了他想在家乡喝到金门酒的愿望 得知金门酒厂的郭先生要来 金大叔一早就招呼了几个好朋友 一起在家里等着 双方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却没有因此而显得身份 一上来就拉起了家常 我们的所有的生活 所有的文化 其实都是一个共同的生活圈子 我出生是在金门 我的祖先是来自于山西芬亚 这一次的相聚 源自于金大叔之前写的一封信 金大叔说 他已经二十年没有写过信了 看了东南卫视关于台商台胞的相关报道 深感台商不容易 想着给他们提点建议 因此提笔写信 写完后 他还用特别的方式 小心翼翼地折叠起来 像就是七八十年代八十年代 叠那个信 就是给青年写的信 正是看到了这份满满的诚意 为了满足金大叔 在通话喝到金门酒的愿望 郭先生特地从金门 带来了两瓶酒过来 小小的屋子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显得格外温馨 为了招待远方来的客人 金大叔架起圆桌摆上烤肉 两岸毕竟不管是做酒也好 文化上也好 两岸之间其实呢 它是必须要去深度融合的 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句话 两岸之间呢 只有一杯酒的距离 一缕浓厚的金门酒香 伴着东北烤肉的香气 飘散在空气中 两种味道在心间汇聚发酵 浓缩成一种浓厚的同胞情意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 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想要获取更多的音视频资讯 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波TV 好的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